好早安 大家 來自紐約時代廣場的早上 老師今天蠻興奮的 因為今天要跟幾位粉絲出去 在出去之前 老師其實剛好收到一個包裹 個人覺得蠻酷的 來自 PSB PSB代表什麼 老師等下跟你介紹一下 不過呢 這是我第二次收到他們的東西 人在紐約呢 還收到這個有沒有粉絲寄來的東西 其實蠻酷的 那現在老師就為你們開箱一下 原則上PSB就是代表 Poor Street Boys 貧窮的街頭男孩嗎 那每次他們寄來的東西 都用這種類似什麼 比較舊式的公文 公文甲 公文袋 寄來給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次他寄什麼東西給我呢 嘿 PSB的T-shirt 上一次呢 老師收到的是黑色配上桃紅色的字眼 不過這次他們寄來的T-shirt呢 是白色配上黑色的 這個PSB的字眼 那原則上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設計 老師個人最喜歡的就是他的這個背面的設計 我們現在呢把它翻過來看一下 哇哦 你看 面對上面有一個陰陽的 這一種有沒有小小的 Logo 然後呢還有就是陰陽的這種手勢 個人覺得這個Graphic非常的酷 很有這種中國文化的特色 對不對 結果忘記齁 這個袋子裡面其實還有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哇隨著這個公文袋裡面呢 還有好幾張這個他們自己拍的照片 譬如說他們這個街拍的照片 這個都好像是實際洗出來的 哇賽 蠻用心的喔 那我不知道這是不是這個PSB的助力人嗎 還是怎麼樣呢 但是如果是的話 如果是的話 Big shout out to you 裡面有錢幣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那錢幣是什麼東西 哇看起來就是很像這種有沒有 中國古代的錢幣 上面是寫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也不知道 所以上面PSB 如果你們呢 未來有機會的話 再跟我們粉絲好好的介紹一下 Anyway That's really dope 老師今天要跟我的粉絲出來鬼會 What's up 來來來 你叫什麼名字 Andy Andy 然後你呢 Carol 你呢 Grey 然後我一直叫Garry 好音樂上呢 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Steady and Good Steady and Good OK Fry Club OK 所以就是一些當地的巢店 知名巢店就對了 好不好 如果今天這一集呢 做起來不這麼好看喔 怪這三個好不好 Andy Carol 還有Grey 好啦 那我們先去吃飯好不好 好走走走走 Let's go let's go 好啦我們現在呢 逛潮街之前先來吃個飯 然後呢 在老師飯店旁邊有一間叫做Hong Kong Station 中文怎麼翻啊 香港站 是這樣嗎 好好好 不過這邊的食物其實 感覺好像價錢蠻合理的 而且東西好像蠻大盤的 來來來來來 Grey你點什麼 甘草牛河 甘草牛河 對耶 這個港式料理好不好吃 真的是要看一下牛河好不好吃 等一下我們再看他 然後你點什麼呢 紅燒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 金妮你點什麼呢 四季豆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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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工飽蝦 工飽雞丁 工飽雞丁 然後呢 師傅點這個工飽魷魚 我點的是很basic的炒飯 就突然想吃炒飯嗎 要辦怎樣 這就是在 Times Square 有沒有時代館場這邊 唯一一間的這種中式料理 感覺好像還不錯 所以 開動吧 Everybody 哇吃飯之際呢 我們這個有沒有 Grey 一個一個小小的驚喜 什麼東西 Supreme 老師終於變成了 升級 升級變成high beast 哇齁 好開心喔 什麼名產 你打開來看一下 太酷了 你知道老師是騎車嗎 所以 這個算是越野的裝備 但是 相信老師應該用得到 對對對 我最近才想說要買一個Gaggle而已 是Gaggle嗎 對 Oh my God 老師一定會喜歡 來來來打開來看一下 太爽了 老師以前玩那個下坡車的時候 黑紅配色 我的天啊 Shout out to Gray 拿出來看一下 太帥太帥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逛街直接穿這樣 因為在紐約 對不對 直接帶 在紐約 對不對 我們這個氣勢 絕對不行輸人 對不對 直接帶著 我們等一下就這樣出去好不好 Aesop wrap 他也沒有說 所以 謝謝你 太開心了 感謝 感謝 太帥 好啦我們剛剛吃完飯 現在呢 來坐地鐵喔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Public Jewelry 欸 Public Jewelry嗎 聽說這一間這個有沒有 珠寶店非常的有名 很多的嘻哈藝人都有去那邊 我們台灣的藝人其實也有去啊 老師也是嘻哈的 真的嗎 去騙吃騙了一下 跟著老師走 Let's go 我們現在在紐約的地點 讓紐約吃汗 好啦那我們第一站就去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珠寶店 跟著老師走 走吧 卡爾我們現在在哪裡 Kinal Street附近 Kinal Street的C town 也就是中國城喔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往我們現在要去的那個珠寶店 那方向走去 你一個華臣你常來這邊嗎 很常來 因為這裡吃的便宜 然後就夠接近台灣的味道 真的嗎 很常來這邊 OKOK 了解 你常來我們這個紐約的China Town嗎 當然啊 鎮多花都來這裡見 喔真的嗎 鎮多花都來這邊見 你以為會來這邊常來吃飯嗎 會啊會啊 真的喔 哇塞 這邊真的很像我們那個 台灣的柴奇亞的感覺 哈哈 市場的感覺 C town baby 好啦先生女士們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紐約 一個非常非常知名的珠寶店 這間珠寶店呢 它的名字就叫做 popular jewelry 這一間店呢 基本上有 非常非常多 美國的嘻哈饒舌藝人 全部都來這邊買 包括我們 206西雅圖 最知名的饒舌科手 Mac and Moore 也常常來這邊對不對 在此呢 Big shout out to Mac and Moore 那今天也非常開心呢 可以來到這個 popular jewelry這邊 來參觀一下 然後順便呢 看有沒有機會 跟我們這個伊拉姐 聊個天 對不對喔 進來這邊呢 其實感覺喔 這個有沒有走到 非常的寬敞 但是呢 它所有這邊 珠寶的百列還有陳列 非常非常的多樣 這也讓老師覺得知道說 為什麼呢 這間店這麼的火紅 就是因為呢 它的這個selection 珠寶的這個選擇性 非常非常的多 對不對 現在就跟著老師 一起走過來 看一下他們這間店 有什麼東西 來來來 現在這位就是伊巴姐 伊巴姐你好 你好 你這間店非常非常有名 那像我們台灣的很多藝人 其實也要來你這邊買東西 因為美國很多的KPOP 老實的歌手 也有來你這邊買東西 你這間店為什麼 這麼多人來你這邊買東西 為什麼 你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因為我們整個家店 有很多選擇 對 還有我們店裡啊 做東西 那如果他做東西的時候 這是很快的 那這間店已經在這邊多久了 已經有30年 30年 30年 OK 那伊巴姐如果說 好現在 我想要買一條金鏈子 你覺得以我的樣子 哪一種的鏈子比較適合我 我就按照顧客 所以他不喜歡什麼 對 我以前也是個rapper 一個高水分手 台灣的OG rapper 所以呢我對這個hip hop非常的了解 那如果像我這樣子 給你這樣的資訊 你覺得像什麼樣子的鏈子 會很適合 就是我覺得 如果 如果他來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他喜歡什麼 就給他看什麼 最好 OK 最好是這樣子 對 我喜歡那種粗鐵鏈的 然後要金色 哈哈 太開心了 伊巴姐這樣親自來拿給我們看 太爽了 哇 像這種鐵鏈就是 Q&Ling 對不對 所以這種比較不會壞 它會斷啊 不會低調 最重要是金 OK 那這個會不會就是 灰色呢 還是要是 不會的 這個是長 就是金的 沒有腳 腳 沒有粉絲 對 對 對 鑽石啊 真金的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你看這個鏈子都是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呢 Eva姐他們的這一種有沒有 不管是鑽石 還有就是說做的這個工 都非常非常的細 就是細緻 所以品質有保證了好不好 像這一條來講 我覺得這一條非常漂亮 像這一條的價錢 大概是多少 這一條 你要看 如果他喜歡真的鑽石 要兩萬五千塊 如果他要夾的時候 是什麼 就是一萬塊就可以了 好 OK 那像這個 現在是真的鑽石 還假的鑽石 這個是假的 這邊是假的 這邊是假的 這邊都是真的 這邊都是真的 哇賽 好漂亮喔 所以像這一條來講 就是要兩萬對不對 這個要一萬六千塊 可以了 一萬六千塊 好漂亮喔 這個是真的 那Eva姐我順便問一下 那如果在你們這邊 埋體店的話 就是說如果有像 鑽石雕像 還是什麼 還有哪一方面的保固嗎 還是說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 如果我再買 我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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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像很多的珠寶店 未必會做這樣的服務 像Eva姐他們這邊呢 直接說 會給你一年的保固 也就是說如果說 在你這個鐵鏈上面 有哪一方面的 故障的話 問題 Eva姐他們這邊 就會直接幫你們處理 所以 老師非常的推薦 如果來紐約 想要買首飾鐵鏈 你如果是個嘻哈魂的話 一定要來我們Eva姐這邊 買一下 購物一下 支持華人的 自己的產業對不對 Eva姐謝謝你 太帥了 很感謝很感謝 謝謝 感謝 來到了這個 有沒有中國城附近呢 有一間冰店 叫做 對不對 冰店是不是 我們叫做Finder 應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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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他們的請客 我們這個小朋友 有必吃對不對 哎呦 吃成這樣 怎麼意思 你的口味 這是什麼口味 快點喔 冠希哥哥在問你喔 這是什麼口味 Brendan你在吃什麼口味的 What's your flavor Chocolate Chocolate Oh my God 小朋友感謝姐姐 我要吃 我要吃 紐約的中國城 其實呢 這邊這個感覺 就很像 到了台灣一般 這種有沒有 比較傳統的菜市場 不管是路邊的叫賣也好 或者是說 這種有沒有一些 賣防茂品的這個攤位也好 其實也是非常非常的多 其實老師 現在這邊呢 其實就光這條街 就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店家 還有這種攤位 可以就是說 買東西 買一些紀念品 但是呢也是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其實 蠻多賣房的 比如說老師 剛剛從那個珠寶店走出來 就一堆人在那邊說 要不要買勞力士 要不要買勞力士 對不對 他其實那一看都知道 Gay 好我們現在就來去另外一間 潮流店去走一下 Let's go 好了 那麼老師現在呢 來到了這一條街 就是紐約最時尚的一條街 也就是Soho 這個區域喔 但原則上呢 今天呢 Ray還有這個 有沒有Andy呢 他今天就是要帶我們去一些 當地一些比較知名的潮流店 現在我們就來去看一下 走著走著呢 這個角落呢 就有一間Rick Owens的店 所以呢 這個角落呢 剛好走到的話 也可以來逛一下 好不好 然後呢 所以你現在呢 我們走到這邊 這邊有一間店叫什麼 Opening Ceremony Opening Ceremony Opening Ceremony 這間店之所以會這麼特別 是什麼原因 它是一個複合式的Select Shop 所以裡面會有很多Designer Brand 然後還有鞋子啊 Nike啊 Vans啊 各種 算是一個Taste Maker 對 一個方式來經營這間店 對 他們是精選的 各國的Designer Brand 像日本啊 澳洲啊 美國當地的 然後擺在一起 營造一個共濃的份量 對 然後就是鎖定年輕族群 對 然後也都是有質感的 跟所謂的SWARE有點虛分這樣子 對 而且其實我們剛剛有進去喬一下 老師個人覺得喔 現在很少的店 會讓老師很Impress對不對 但是呢 這間店其實從一樓一直到最頂樓 全部他們所陳列的這種方式 或者是所銷售的產品 就真的是還不錯 而且呢 剛剛Grey也說呢 他後面的區域 有一區就是說 可以這種克制刺繡 對 冬天的時候可以做放球外套啊 哇 可以做你自己的Patch 對 就是你想要刺些你的名字啊 或者什麼 或者什麼你想要 對 然後夏天就是T-Shirt 這些的 所以呢 如果想要類似來這種店 就是買東西的話 就記得來這個 Opening Cinemony 那我們現在去下一間好不好 OK 走著走著 又是另外一間店 不行進去拍 哇 紐約你們也太機車了吧 對不對喔 人車上呢 這間店呢 如果你常常看一些潮流的 這種影片報導啊 有沒有 像Complex 對不對 他們常常會來這一間 帶藝人來這邊買鞋子 這一間店就叫做什麼 Stadium Goods Stadium Goods 而且這一間店超誇張 在近幾年喔 它的知名度打得非常的大 對不對 那也是這種全球都知道 就是它的知名度非常的響亮 那這一間店呢 你覺得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它跟一般的consignment shop差不多 OK 但是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是 他們在 China也有做一個platform 就是可以銷售鞋子 所以現在很多的consigner 就像我們這種散戶 唯一把 一些想要賣的鞋子 帶給他們consign 喔 這樣會促進就是 你的鞋子銷售比較快 對對對 鞋子銷售鞋 價錢怎麼樣 這一間比較好還是那一間 最近 音樂經驗在 今年年初 FlyCard跟Go 算是一種合併 然後我覺得 價錢上 FlyCard有受到市場機制的影響 但是目前Stadium Goods的價錢 還是比FlyCard還要高 因為他們有在控制價錢 因為 像現在 StarX Go這些platform 就會影響 買鞋子人的意願 那鞋子人也願意等 但如果像我們這種 一拿到就想要拍照 就會跑來 consignment shop買鞋 沒錯沒錯 就會願意多花錢 不想去等那個shipping 是是是 那因為FlyCard跟Go有合作了嘛 合作之後 他們的價錢 就沒辦法像以前這麼硬 就會跟著 Internet的價錢去走 但目前Stadium Goods的價錢 還是 比較高一點 是是是是 OK了解 好啦 反正來到紐約 尤其是Soho Area 記得 可以來到Stadium Goods逛一下好不好 其實裡面還蠻寬敞的 我每次都看那個 有沒有他們的 Complex News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還好啊 結果其實裡面還蠻寬敞的 那它的這個鞋架 確實好像有比較貴一點 對 去StarX買就好了 然後那個Stadium Goods旁邊 又有一間潮流店 這間店也是近幾年來呢 非常有名 叫做什麼 Palace Palace 對不對 對它的這個經典 logo 就是一個有沒有 Triangle 對對對 好 那一樣呢其實呢 這邊呢 他們也是有一種 美角 就是也是不應拍攝 但是呢裡面的店員 都其實還不錯還不錯 Shout out to the door man man No he's not a door man I'm saying I'm not a door man I'm just playing with you I'm just playing with you 好啦 不過呢 Stadium Goods完了以後 你可以來Palace這邊買幾件衣服回去 對不對好 好啦現在我們進來了 Nike Lab這間店 Soho店 對不對 不過這間店裡面 真的有賣一些 就是平常在一般 比如說像Foot Locker 這種喔 經銷商是買不看不到的鞋款 像近期最有名就是 Hopify都在這裡 喔真的嗎 Triangle 還有一些聯名 都只有在 Nike Lab 而且呢 他這邊有賣那個 312 就是Don C 對 一起做的那一雙鞋子 我剛剛已經看到 三雙全部的配色 全部都還有在架上 所以呢 這一間店真的是非常厲害喔 而且你可以試一下 整間店的整個擺設呢 也就是很有這種 Nike Lab的特色對不對 對 不過呢他這樣一進來喔 後面其實還有一個很大的展示空間 那由於就是說呢 一樣嘛 紐約的這種美感 對不對 還是有一些 就是說他們的堅持 不過再次強調 其實這邊的工作人員 都是非常的好的 只是說他們這個工時的一些 規定 這是我們可以控制的好不好 就算老師再會講話 有沒有辦法 講也講不過他們喔 不過原則上呢 這邊真的非常推薦 如果喜歡Nike這個品牌的朋友們 記得來Nike Lab Soho店 逛一下 真的很好 現在呢我們來到這個後方呢 這邊就是Soho Nike店喔 這一間店非常的誇張 因為有1234 四層樓 而且聽說這一間的Nike店呢 真的是非常厲害 老師現在就來去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我們今天粉絲 所有這麼的厲害喔 好啦我們現在進來呢 Nike Soho Nike Soho 那這邊呢其實最頂樓 我覺得這個除了很多籃框的牆以外 它後面有一個這個有沒有籃球的區域 那其實就是說你如果要買一雙球戰鞋 真的很酷耶 真的 我覺得呢所有這個Nike店應該都要有這個 真的很棒喔 而且偶爾還可以就是舉辦一下這種鞋子的活動 對 超酷超酷的 來到紐約呢 在這個Soho區最常出事的地方就是這裡對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邊就是Supreme的店喔 它的location 原則上呢這個地方只要每次有這個Supreme的這個有沒有 產品一drop的時候呢 就非常多人從這邊開始排排排排 排到後面這邊 來來來我們跟過來 後面那條街有沒有 不過呢現在我們來的時間呢 正逢他們就是關店在裝修 或者是在等待下一季的這個產品發售 所以呢現在呢基本上這個店是關的 那也好啦 要不然這邊又一樣呢水洩不通對不對 反正老師對Supreme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對不對 你看這個電影已經關了 還是有人在那邊痴痴的等待喔 Supreme你怎麼這麼厲害喔 欸Andy Victor講到Soho 為什麼有Soho這個名字 因為前面那條街叫做Houston Street 然後South of Houston就是Soho的簡稱 所以以前叫Supreme 中文叫做舒伯區 是是 舒伯 舒伯區 不是舒伯區 不是不是舒伯 現在呢我們在Soho這個地段呢 其實有一間非常知名的潮流店 這間店叫什麼 Kids Kids 沒錯這間店呢在近幾年來 我應該是以前就很厲害 但是近幾年來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非常火候 因為那個Runify跟很多廠牌 做很多的collaboration 沒錯 然後其實他開始紅應該是兩年前第一次在紐約的Fashion Week 有開始就是辦秀 然後請到Lebron James 一些民進去做秀 沒錯沒錯 所以 但是其實這家Kids很多人不知道 這家不是第一家 OK 第一家的Kids是在Brooklyn 他們是從Brooklyn起家 對不對 我們剛剛其實已經有進去問了 裡面一樣 紐約 的這一種Make-up 對不對 一樣是不行拍攝 但是再次強調 他們裡面的店員其實都還蠻nice 好不好 所以呢 不要覺得說老師這一次呢 沒辦法進去拍他們的店面 就代表說他們裡面的人不友善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他們裡面的人都很好 所以呢 如果今天有一點預算的話 記得支持一下這些潮流品牌 Let's go 好啦現在來到紐約這邊 另外一間我們最後今天要逛的店 就是知名在售店 或者是這個Vintage有沒有 舊衣在售店呢 叫做Round 2 非常非常有名 不只呢 他們在近幾年來 有沒有已經開了非常多的分店以外 就連這個老闆有沒有 也跟Nike已經聯合了 出了一雙非常厲害的鞋子 對不對 我們現在呢 就來進來看一下Round 2這間店的擺設 在紐約這間店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跟著老師進來 Let's go 好啦現在進來了Round 2以後呢 As you can see Shout out to Carl 我們進來這邊呢 其實感覺非常的親切齁 這邊比較沒有那個其他店家的 那種make-out的感覺 對不對 不過原則上呢 你看這些現在呢 老師後面這邊就是鞋牆 基本上呢 你想得到的一些鞋子 他這邊都有 而且呢 這邊也常常有一些 比如說比較知名的這種潮流品牌 像Supreme 啊 的服飾上面這邊全部都有 不過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這間店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因為呢 近幾年來呢 這個有沒有 Round 2不止呢 他這個老闆自己本身非常的有名 以外 店裡面的這些商品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酷喔 那你像 現在後面這邊有一些 有些有沒有 比較這個舊 這個Vantage的衣服 他們全部都有收 然後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東西 直接拿來這邊賣 那他們就會用這種有沒有 代售的方式把它賣掉 好不好 他也有buy in buy out 或者是consignment 那你看呢 現在呢 店裡一走進來的左邊 這邊全部都是一些服飾方面的東西 你想得到了一些潮流品牌 比如說像是Supreme啊 Babe啊 還是說這些有沒有 近期比較流行的潮流品牌 他們全部都有 好不好 所以呢 這個Round 2呢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棒的 怎麼講 收購 潮流服飾 還有這個鞋子的一個好地方 那我們來看一下 Victor今天穿什麼鞋子 便宜的 Air Max 1 OG Colorway 對不對 哇 這件外套 有沒有 喬丹跟Levis的聯名 之前我在找這一件 多少錢 350 350而已喔 什麼size Medium MOTHERFUCKER 就是一定要買就對了 Andy今天穿什麼鞋子 VaporMax Y VaporMax 對不對 哇賽 這些鞋子來頭都不小 老師今天穿 独一五二 Customize 對不對 獨一五二的這個 Vans Custom Anyway 這個就是Round 2店裡面的這個 樣子 非常非常的酷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看到的就是他們櫃台這邊 櫃台這邊就是他們在收鞋子的地方嘛 對不對 哇賽 來喔 現在櫃台這邊呢 就有一些他們喔 近期比較火紅的鞋款喔 好不好 全部都有 11 所以你們要問這個鞋子多少錢 這個鞋子要買850 850 對 所以現在呢 他說這雙鞋子他才剛收到 然後他現在就是直接跟老師說 他要賣850塊 而且是size11號 所以這雙鞋子呢 基本上你看他們這邊的出價其實還好啊 就是會貴一點 但是是現貨 我就不需要等shipping啊 真的嗎 就是直接可以拿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呢 其實他們的這種價錢其實蠻合理的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直接進來店裡 直接就把它拿走了 對不對 你看這雙 900塊 雖然是二手 二手的才900塊 對啊 你的size 這麼誇張 但是他的condition可能會跟 反應他的價錢 不過 價錢我覺得都是還蠻合理 非常的合理對不對 對 這雙鞋子呢 他才 天啊 Air EZ1 對不對 而且呢 這雙鞋子呢 他才說多少 900塊 這雙鞋子 太誇張了 好不好 雖然這是呢 二手的 對不對 但是呢 我覺得狀況整體 怎麼講 Andy 還不錯對不對 真的很新的感覺 而且呢 他的這個中底 也沒有怎麼講 沒有 龜裂對不對 沒有chip off 所以這雙鞋子的狀況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怎麼辦 Andy 我等一下是不是要把錢給你 來幫我處理一下 對不對 這雙呢 也是老師非常喜歡的一雙鞋子 真的是超級超級正點 逛完了潮流店以後呢 Victor Carl還有這個有沒有 Andy 帶我們來一個 當地著名的漢堡店 叫什麼 Shake Shake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點了什麼 你們今天推薦我們吃什麼 漢堡 這個是什麼漢堡 這個是什麼漢堡 不知道 其實也不知道 OK原則上呢 我們剛剛 他們是推薦我們吃signature 就是他們的招牌 漢堡對不對 然後呢 他們的薯條上面 這邊也加了這個 cheese melting cheese 對不對 看起來非常的好吃 好吃 肚子超級餓 我們現在就來處理一下 好不好 出力啦 好啦 吃完這個漢堡呢 原則上呢 一出來 你看 這邊就是 Bruitpoint Bridge 對不對 布魯克林大橋 這個橋呢 非常的正點 晚上呢 今天我們那個什麼 Andy啊 還有這個 Carl和Victor 還有Sandy呢 他們今天就帶我們來這邊 看一下夜景 我們現在就來去喬一下 好浪漫喔 我的天啊 好啦 再次感謝這一次 紐約的粉絲 尤其是Andy Grey 因為我每次都叫他Gary 所以我的頭腦 要一直process 我們的Carol 現在長筋的Sandy 對不對 Victor Ray的女朋友 一起 一起 癢癢的意思 真是感謝你們 今天帶我們去潮店 去潮生一下 雖然呢 今天呢 這個紐約的美感非常的多 但是呢 其實真的啦 他們的店員 還有就是服務態度 都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老師非常最近呢 來紐約 真的要去逛一下 而且說真的 我們今天其實還有很多地方 都沒有逛到 所以紐約真的超級超級正點了 不過再次感謝你們今天帶我們 逛了那麼多 那我們今天就在 這麼浪漫的地方 來個街 沒有 開玩笑的 我們就直接來個 Happy Ending 好不好 那我們呢 趁這個時候呢 再去逛一下這邊的美景 好啦 原則上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下一集 紐約的特期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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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